大公報 東京酒店大火500人疏散 2015年7月27日國際新聞A24 大公報信 據日本防送協會報導 26日 日本東京淺草一酒店發生火災 約500名住客被緊急疏散 所行事故中無人受傷 事故發生於26日下午12時40分 現場直播畫面顯示 東京淺草的豪景酒店的曲頂霧出大量白煙 衝上半空 當局緊急出動15輛消防車滅火 酒店樓高28層 懷疑起火的市位於26樓的餐廳廚房 相信火源來自主食工具或空調設備 東京警示廳表示 目前正在調查起火原因 據說 火災發生時 樓內所有住客及工作人員都被緊急疏散 大約有500人 有當時在酒店27層吃飯的食客表示 餐廳當時幾乎爆滿 狠快便被農煙填滿 在餐廳員工的指示下進行疏散 7時的豪景酒店位於淺草中心區 地腳便利 靠近易門旅遊景點淺草自的雷門 水甜流 注意 天燙